大家好,欢迎来到滋味馆 今天要煮一个我经常煮的午餐 排骨糊头煲仔饭 下午只有一两个人吃饭,煮一煲就完成了 这里有半磅排骨,想排骨软软一点,要用粟粉洗的 以前也说过了,不再重复想知道怎样洗,由上角有连接 吸干水分之后,接着加蚝油,山抽,少许糖 适量胡椒粉,再加粟粉 拌均匀后,有时间就放入冰箱一两个小时,等它入味和收缸一些水分 用铁锅煎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刺底,这里还有些料头 两反蒜头剁碎,有一只小甜椒,将它切开,可以用辣椒,还有一片姜 这些豆豉,一些圆粒,一些剁碎 我还有加了一条腊肠 这里有半磅芋头,将它切小小粒 食材我打算爆一爆它,煮出来的饭会香一些 加些油入锅后,然后烧热锅 转到中火,将排骨爆至两边微黄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芋头 芋头也要辣香一下 那些芋头煎一煎,煮出来的饭会香很多 略为爆好芋头之后,在这个时候就加些腊肠下去 都炒均匀 把食材放在一边,再加些油 现在就可以爆一下姜蒜和豆豉 那些料头不需要太早爆的,爆得太久太干得太 炒香後把所有食材拌均勻 再加1湯匙紹興酒增加酒香 排骨有抵味,但芋頭沒有味道 加少許蠔油 加少許糖 胡椒粉 加少許甜椒 再炒均勻後 放在一邊備用 碟飯煲排骨飯 跟你平常慣常煮飯感 先煮下飯 又如果你想吃飯焦 爆好所有食材後 用鴨煲來煮飯也可以 那就要改名了 叫做排骨糊頭煲仔飯 要將飯煮到有七成的收乾水分 現在可以加一些排骨下去 再炒均勻 蓋上蓋子繼續煮 煮熟後不要開蓋子 焗15分鐘 不是說笑 真是今天的午餐 和白夜公兩個人吃 是 叫下煲仔飯豉油 不說了吃飯 歡迎訂閱和分享 有時間點個讚 留個表情符號給我 多謝支持 在下一集 我們再見